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皇帝 印朝被分为16个大小不等的国家 而后赵国更是我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杰族建立的政权 后赵的开国皇帝石乐 是石虎的亲叔叔 据说石虎的父亲早逝 他与母 石虎身材魁梧 骁勇善战 石虎带着石虎 这些曾想 开始觊觎皇位 软弱无能的他 最后却 他重视石虎 那石虎到底有多残暴贪婪呢 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皇帝 抢十万少 自此石虎的纸醉金迷的生活 住宿问题 于是 无数家庭妻离子散 他不仅视而不见 甚至还征集困 正式却不是 这样石虎经常对正式 拳脚相向 最后还被石虎活活 将他杀死 砍下头颅 放下头颅 有其父 必有其子 石虎的三 不留全部诛杀 200多名亲信同党 也不仅视 舍唯一 不仅视 他们不仅视 都可以 忍视 无数 明远 有 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